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在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要帮理财全新的升级 那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 在台大的这个集思会议中心 阿格力在礼拜天下午2点 也就是12月5号的时候 要跟大家见面 那这个三小时里面呢 会跟大家来展望明年该 关注哪些产业 那我在最近的准备课程阶段中 觉得 这堂课实在是太精彩了 因为阿格力除了台股以外 还会用一些ETF以及美股的方式 来综合跟大家说 不同的产业 有些可能用台股去关注是比较适合 有一些用ETF甚至是美股来看 会更有效率 那如果还没有报名到这个现场朋友 因为 昨天也跟大家说 现场的座位已经都额满了 所以如果你还对这堂课 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记得 点这影片说明栏下方 线上的课程会把 当天的这个 录影 全部都录下以外还会上字幕 所以我觉得也比现场 来说会更知道说我到底要讲什么 有时候 内容讲太多太快 有字幕大家总是比较 好学习的 那提醒大家在12月23号 如果你是有报名 课程的朋友不管是线上的还是这个实体的 12月23号的晚上 阿格力在Zoom 会跟大家有一个直播的互动 欢迎大家问任何的问题 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赶快去报 好了 我们今天回到今天 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讲 还是这个关于通膨油价的问题 因为先前 股市中有点压力 跟这个油价就有很高的关系 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国的这个CPI或是台湾的其实 都节节的高升 那当然跟这个油价就少不了关系 那我们看到在上礼拜五啊 这个因为疫情的冲击之下 不管是西德州原油还是这个布兰特原油 其实都是一个 大黑K都下跌 也暂时解除了这个 通膨一些疑虑了 不过我们观察到在这两天 又重新占上每一桶 70美元左右了 所以这个油价再起 那像 像先进的一些国家 他们也表示说未来的这个油的需求 不会像大家预期的说 可能未来三个月 每天会减少250万桶 因为 毕竟景气是真的有在复苏 景气在复苏工业有在运作 油才会有需求嘛 我们来看一下在台湾也是这样 景气灯号最新的公布 是连九红这样的一个成绩 你看 这个这九个月以来都是红灯 那红灯也表示说 这个景气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景气 这个灯号才会出现红色 不过在过去的一些 投资学派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景气 红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卖股 因为景气在相对高峰 我觉得这个道理呢 有时候也是蛮有逻辑的 像今年的钢铁 或者是航运景气循环股 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买股可能是要买在比较 低迷的时候比较好 不过大家也知道 这个Omicron这个病毒 的袭击其实也延后了 这个肺的可能的升息的时程 所以 在这样多空交杂的情况下 接下来的股市该怎么看 就是今天跟大家 讨论的重点 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古怪教授 谢成晏 第二位是我们妖股大师 敏章 好一开始呢 要来请教一下教授 教授最近这个油价 或者股市 波动真的是 非常非常大 那最近有这个Omicron 病毒的一个冲击 不过我们这礼拜 礼拜五 12月3号 有一点很特别要去关注的是 这个非农就业指数 又要公布了 预计现在市场预估会大 50万人 虽然比 上个月的53万人 小幅的放缓 可是这个50万人其实还是算一个蛮不错的数据 预估 11月美国失业率 会从这个 之前的4.6% 降到4.5 所以如果从就业数据来看 好转那可能跟升息业有关 不过现在又有疫情的冲击 这两个加起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关注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12月3号这一天要 美国劳工部这样劳师动众 大家还要开会 然后12月2号 那个 美国 那个OPEC石油部长也要开会 就是 我的生日需要大家这样大事 这天是你生日 我刚刚就已经猜到你在铺梗了 对 因为你射手做的 你看这些人 为了我的生日 要搞成这样 劳师动众 劳师动众 国际大事 啊 真的不好 先祝这个教授 祝你生日快乐 留言大家祝福一下教授 祝你什么 敷手一天起 你不要看教授这样很乐观 其实他会特别提出这个生日 就代表说 其实蛮欠缺 其实我没有很在意 蛮欠缺关系 我没有很在意 大家知不知道我的生日 我真的没有很在意 大家知不知道 12月3号 那天是 飞龙就业 真的不在意 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去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我 特别就只有抓礼拜五这一点 恐慌指数 让大家知道说 有多可怕 一下子 涨了54% 恐慌指数 刚才你在讲的比如说飞龙这些数据啊 整个基本面来讲 警纪灯号 其实都是好的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病毒出来 大家当然会担心 说会不会 好多人要解封了 因为确实嘛 包括纽约也宣布这个 这个 这个 紧急这个 决策嘛对不对 他还没有封城 但是 紧急对应 像日本也禁止外国人 进去 外国人不是本来就 不能进去嘛 奥运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但是 我们就在看 当然这当中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 生技股大涨 其中莫德纳涨了20% 可是为什么我要从这边去跟大家讲 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真的这么严重 不会只有莫德纳涨20% 有道理喔 辉瑞呢 其他比如说漂白水这些 应该 因为美国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其实说这个3%说多好像也不多 不多啦 昨天Tesla就涨4%多了 对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讯息冲击 然后他动起来的结果 就是等于我拿针去刺他 他也只能弹两下 这么痛 对不对 这个冲击这么大 所以当时我在想 其实没有很严重 但是问题是确实冲击到什么 你看 像这些 邮轮 跌了13% 包括 这个 邮轮的 对不对 航空公司这些 确实这些有影响 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跟这个复苏有关 容易理解 因为他也一直期待的复苏 可是没有很明确的 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 在这里我教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今天特别来提出这个内容 教授很少在我们节目讲这个汇率 该怎么观察 是 因为这个是我非常专业 压箱 不能随便拿出来 不然常拿出来就没有意思 对不对 宝物 拿出来大家才知道那么 那么大 那么可观 这个 很重要的 结果 既然我把它放在最下面 其实就是日圆 应该 其实 这一排应该是日圆 就看日圆就好 看日圆就好了 但是你看 当天整个汇率市场 对不起 26号这一天 整个汇率市场确实产生一些变化 我写在这里 日圆当天 突然之间 动了1.7% 这个1.7什么意思 升值 这个绿色的 是升值的意思 对 那为什么会突然升值这么多 代表 这个 避险的资金的涌入 对不对 好 因为日币是大家知道 避险的钱 所以其实 市场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的 第一天 我都要建议大家 不要轻取妄斗 不要轻取妄斗 对 不要急着卖股 对就好比老板说 大家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提出来 你真的提就完蛋了 你不要第1个讲话 你看第1个讲 那个后面的下场怎样再决定 对 他讲完以后老板真的包红包给他 你赶快 跟着讲 然后他讲完老板的表情 就是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对不对 不要随便 有道理 所以其实第1天我就在看恐慌指数标 这个是事实 没错 这时候你不用去检查任何基本面的东西 因为基本面 不会因为在这个情况下突然产生改变 没错 这个时候日圆 升值了 避险情绪增温 油价大跌 好像对后面的 景气的疑虑 大增了 好没关系 我们因为 礼拜五 过了礼拜六礼拜天 大家醒惯 也会冷静一下 就很像酒醒一样 看隔壁那个立像 突然之间就跑掉了 对不对 有人按门银赶快起来 这温刀呢 那你清醒以后再看 所以你是意思是说我们要看11月29这天 果然 29号其实为什么 我29号你看台股 下去马上就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 日圆没有在升值啦 马上又而且还回到贬值 对没错 好 这是一个对不对 好 再来 纽约清原油 布兰特原油跌幅 两位数 对不对 这是礼拜五当天 对不对 到了29号 涨 又涨回来 如果真的这么恐慌 应该要续跌吧 对 应该要续跌 马上就止跌 对 而且 弹的力道也不巧 45% 所以其实 当你看到这样你就知道 啊没事 就说大家有点 这个 这个惊吓 情绪已经恢复了 对我觉得 当然你说是不是马上就弹回来回到原来的节奏 不一定 有办法那么快 只是说没有大家想那么严重 那么严重 那 所以 我们当然就继续回来去思考 这整个的影响 其实就 整个资料来看 对美国来讲 目前最伤脑筋的是什么 我的GDP 成长已经有上来了 对不对 好 但是 我现在的 我失业率也OK啦 我觉得也OK 现在就是通货膨胀率 跟利率之间我要怎么样去取得 其实这个表来看 在世界上 美国算是通膨也算 最 算是 最严重 而且利率又低的 你看 比如说 我们讲欧元区好了 他虽然低利率 可是为什么 我们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仔细听到 欧洲央行 有关于升息 因为这通膨看起来差2% 差蛮多的 我再举一个 比如说法国好了 你看他的利率 也是低 他通膨才2.6% 好低喔 对 所以现阶段 其实 而且 比如说像法国 他也不可能去讨论升息 因为他失业率还很高 对 这是要综合来看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表 帮大家整理出这个概念 就是说 他失业率已经降下来了 没错 通膨还维持在高档 然后利率还在低 是不是就有升息的这种 压力 这样综合对照之下 确实应该要升息 确实要升息 可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再回到 刚才这个油价这里 你知道吗 当天晚上 鲍娥 很高兴 打电话你 他跟我说 陈彦我这样说 你都不知道 他又要说台语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什么 我鲍娥 我说你怎么说台语 是啊 买买 其实你知道 对鲍娥来讲 他的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他一直不希望这么快升息 可是 鹰派的压力一直来一直来 其实说真的 如果没有这个原油突然之间下滑的话 其实对鲍娥来讲 真的做 这个 寝食难安 真的如坐针竹 不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你看 这是CPI的年增率 CPI年增率6.2 好 那 能源的部分年增率过到 将近三大 三成这太夸张了 所以如果 我要解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鲍娥一直不愿意去升息 因为他觉得说 只要能源的 价格的上涨 能够降下来的话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大概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那这件事情要解决 根本不是靠升息 说起来这个疫情算帮了他一把 重点是他要去 所以他在大家后院干嘛 在挖油 是不是 所以这一跌10% 这个年增率的 冲击是不是小很多 小超多 这个一变小了以后 说真的 升息的压力 是不是还有这么大 诶 这件事 还是卫生就时间可能会 比较 对也许 也许本来大家 认为 有这个迫切的需要 需要在明年6月就要升息 再慢一点可能9月你还是得升息 可是如果照这样下去 也许 大家会 改观 因为12月 这个 中的时候 联准会又要会议 诶 这个资料拿来看 巴尔就 就他有理由了嘛 他有底气了嘛 这个疫情 反反复复这么严重 明年再说啦 那这样有没有一拖 拖到明年年底或后年 就有可能 基本上当然以现在整个就业的状况来讲 真的 企业需求旺盛 劳动力是逐步回归 升息是绝对没有问题 我要跟各位讲 只是时间点 时间点的问题 当然 唯一的 刚才讲的就是 石油这件事情 让它稍微和缓 让它稍微和缓 好 所以呢 要怎么做 投资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聊一下 好那教授 帮大家解析了 这个升息的节奏 其实跟这个油价就息息相关 所以未来 大家 如果你很怕这个升息的议题的话 刚失业率也裂了啦 然后这个通膨率也裂了 现在看起来最大变数 还在能源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油价没有大幅的 继续往上攻的话 大家这个升息就不要 一直自己吓自己 好不过呢 在投资上我们毕竟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交通 所以在现在这个金融市场 其实 满鬼绝多变 一个疫情 一个石油 通膨 这么多的 因素 混杂之下 如果现在 观众朋友要做这个投资配置 你觉得该怎么样建议 好 其实我的思维会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升息是 早跟晚的问题 那如果早的话6月 那如果晚的话12月或明年 所以我一定要能够去 应付未来这个通膨 的升息 因为他会升息 保值又抗通膨 通膨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就现在 一定有的啦 一定有通膨 最近 最近有一家素食店搞了那种什么加一块还送一件啊 你是来说麦当劳 不好意思 那我 我仔细一看 因为他涨价 先涨价然后再给你一点优惠 然后完全搞不清楚价格应该是多少 这就是一种策略 那你就很明显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如果连麦当劳都涨价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通膨绝对来临 连麦当劳都涨价 怎么说 通膨绝对来临 因为一般来讲 对麦当劳来讲 他是 他其实最有能力去 这个客服这个 原物料涨价的问题 因为他的量 这么大 他不需要透过涨价的方式 而且一涨价 他可以压工艺上价格 对 那对他来讲 客户也许就会 有一些流失 而且他一直强调什么铜板啊 什么这一类 1加1 50块 那所以这件事情 既然在路上 剩下的事情就是 升息的问题 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都不建议各位 就是单独只持有某一种职场 比如说你只持有股票 我觉得这样就不行 你应该要持有一些 能够 稳定配息的 SORRY 我觉得 这两个可能会有点 重叠 重叠的感觉 所以我 特别讲 股票这边你可能要专注在 成长型的股票 或者是有主题式的股票 例如我会建议大家去投资什么 比如说 邀谷大师的股票 当然这是对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你会升息代表什么 经济是好的吗 我刚才讲 对啊没错 那所以你要找到一些 有前景的产业 半导体 车用 这一类的 都是未来的产业趋势 这些产业趋势 对了 当然 这个部分 它可以给你带来 价格上面的收益 那另外一个 我要讲的就是 它价格本身来讲 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起伏 它靠的是稳定的收益 然后它是给你稳定的这个现金股利的 这一种 这一种你在价格上赚不到什么甜筒 但是你可以赚到现金股利 其实就是大家一般 所谓 高股息存股的 现金流的概念 现金流概念 这个部分我觉得比例呢大概也要到30%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 美元的部分 因为如果升息 如果而且我们看来这样看起来 因为最有机会升息应该是美元 对 美国 那我 直接持有美元 这是一个策略 另外一个我也会鼓励大家 你譬如说你可以去 做一些美元的保单 美元保单 短期的美元保单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就是大概未来几年 你刚好帮自己做一些美元的存款 另外一个为什么我要选黄金 黄金蛮特别的 对 因为 实际上我一路以来 我都对黄金的 价格的趋势的看法是偏空的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我有表 有 对而且 说真的 还有一个点我刚才忘了讲 就是说 礼拜五为什么我觉得这个 没有那么恐慌是因为 黄金很妙 拉上去 就打下来 可是 对黄金 要做多黄金的人来讲 礼拜五不是最好的时候 对啊如果真的 为什么大家那么恐慌黄金 你就这么爱 他刚好他现在 分手啊 分手啊 他男朋友打成这样 你就趕着撩了 对不对 我没有指谁 那 你为什么又 缩手 你只是嘴巴 说爱而已 对不对 所以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没有那么恐慌 对 那 可是为什么我要把黄金放进来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 毕竟 接下来股市的动荡会比较大 会会会 所以有一小部分 你看我其实这比例并不多 有一小部分的黄金 其实还是有利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今天不是拿我所有的钱 全部去投资 邀股 我一部分邀股 我想邀股大师等一下也不能 反对 因为我已经先讲了 好了 因为你一定还是要 攻击又要我防守啦 对不对 就是这样你要攻击你要我防守吗 你看 你看那个 那个800 不是800 多少 600 就是以前那个壮士啊 800壮士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影很厉害 什么乌巴达 斯巴达 还是乌干达 斯巴达 对对对 到底几个人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 有一手是拿那个很大支的箭 然后另外一边是盾牌 有有 还记得 攻击跟防守都要进去 而且有时候盾牌也可以拿来攻击 他也兼具攻击 有时候防守在这个盘坏的时候是最好的攻击 所以我觉得 投资上你不要觉得我们很防守 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攻击的效果 未必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当然这个比例啊 你可以 按照个人对于投资的 积极度稍微微调 这个只是说 我自己我是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提供大家 参考 好那我们谢谢教授 从这个总金面然后讲回这个股票在 投资上的配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教授讲的 大家 也记得了 股票你还是要有但是 也务必要有其他资产的一个配置 不管是 这个安全配息的组合 你可以把它换成是 房地产啊等等的 之类的都可以 反正概念 刚刚教授有跟你讲 每一个背后 他的思考是什么 好那 讲完了这个资产配置之后 我们还是要回到台股的状况 就要请教一下我们药谷大师 敏章 敏章最近的这个台股 实在是 诡诀多变 我们跌破了这个 绿线 绿线的是月线的位 就像你讲了 我跳出去 我又回来了 现在又回来的情况下 现在 其实 就有观察 在这个网路上跟 大家互动的结果 其实大家现在 跌也不敢减啊 漲也不敢追 因为外面的变数实在太多 你说好现象 怎么看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刚刚其实 阿格丽讲得很正确 我记得我们上一期有讲过 台北股市很多人说 万八要过 喊万九 那不来 不来 有 上礼拜亚股大师就是这样讲 我说弄它下去 既然下来了 你就说 不要觉得 我们讲下来 说老林 老林害你煮水 对不对 乌鸦嘴 没有啦 我们是 很明确 其实上礼拜一 我们就有观察到 其实市场有些 短线 博弈调节的现象 所以说短线 万八没有那么容易一次过 这是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上次说话 这样来回震荡到往上 理论上 我觉得这样会最好 为什么 第1个外资要求假 对 外资要求假 所以扛指数 不容易 外资要求假 你想扛指数 你靠内资 靠投信 投信才理你 我扛股票就好了 给你扛指数 投信就中小心股 对啊 我的小心股 冲一冲就好了 给你扛指数 那 这个空间怎么办 所以这里变成家里没大人 可是家里没大人 可是我觉得整个经济 基本面 全球基本都很好啊 对 就有些股票 有题材的 又有周末行情 他本来就有机会 但前面这一大段 观众朋友 我们上次不讲 这样才15点 其实每个人都没贪到 真的吗 前面都靠了 那是你的腰股 好不好 这15点 15点总是要 尊重人家一下嘛 对不对 一路冲但是崩起 那个开车也不能让开 对对对 没有一直在群速的啦 大家吹得很胖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修正本来预估是杀到大概 1500 没有 杀500点 17500附近就可以了 但他多了这个 Omicron 这好事 好事 有什么 本来 开车对不对 我想说 17000500点 我还不准备要去求 我已经500点想好了 刚刚看到你拜Omicron 我拜过什么事 看了新闻在那走 Omicron Omicron 我想说那你怎么念 我去查这个 我口都这字怎么念 这个 WHO也是用信仰苦 用信仰苦 要避开为你 要避开为你 来想 你Omicron出来 对不对 就像刚刚其实 教授刚刚讲的一招很正确 你没有观察台北股市的 防疫 或者是受费相关的股票 没拨戏 对 是这样没错 照理说 像丁盖丁 直接跳空掌停 没有 先冒泡花仙子 这么跳出来 没有啊 可能现在也没看 都没看到 到底谁长的 所以 这一根是在杀恐慌嘛 他不是在杀你真的很严重 他在杀恐慌嘛 这是好事 有恐慌 就会要好买一点 所以礼拜一 变成一个好买点 对不对 好 再来 起立后 好 上去之后 好朋友们还记得 18000附近 接近的时候就要小心 不要再追了 对 我股票又赚钱了 卖一些 卖一些回来 等下一次 这里大概搞半个月 半个月以上 等外资归对嘛 可是就是我们上次教的 外资归对钱 记得一件事 什么事 偷息 偷息 偷他 偷吃的豆腐啦 我们要跟顺风求就对 投信 一定抓准了外资什么时候归对嘛 所以你看投信先下手就先下手 那投信下手 尤其小型股飞烫天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是什么 我们看到更有趣的 外资归对 然后股价 台北股是破完吧 所以 这个要赚要吃豆腐 就是投信 那这个 指数要回来 还是要等外资 但是 只要投信先下手 外资再补一刀 等18000 而且 我猜从这个地方你 最近最近敢去捡便宜的股票 很有机会从 大概从12月 一路赚到1月 不是问题 12月赚到1月 赚到大概农历封关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 其实应该要提高 请做功课 就是 好像有疫情的问题 你会担心 会害怕 你会受到大家的影响 市场情绪吗 害怕的时候 往往都是很好的买点 尤其是这种 跟经济 基本比较没关系的 因为台湾第一次遇到疫情的时候当然很严重 可是这已经是 两次三次 大家会开始免疫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疫苗 口服药 现在都有了 现在大家 你看我们都打两剂了 搞我们很快搞不好 有机会免疫第三剂 所以 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这一次的风险 比之前 5月份的时候 小太多 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疫苗 连高单都没有 对 一个口罩拼到底的 那很危险 可是这一次是好很多 给大家参考 另外 你看 其实美股也一样 美股这一根 废半仗杀很凶 没人都要去4% 对不对 废半仗4% 告诉你什么 台北股市 整个市场 最最最最重要的观点 是看废半 你不用管道琼 怎么跌500跌1000都不用管 你看废半仗 因为台湾 这个大多数股票 其实都是 它的相关性非常高 大家有没有觉得 奇怪 其实很近 咧 快过情高了 有机会 明明就是 不是有疫情吗 为什么你怎么抢 两天就见底了 对 他就一根看下去 昨天一根全部涨回来 快碰到了 这很恐怖 其实你知道 我做这张日卡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 真的有疫情吗 这个又不是散户在买 一般人在买 谁会买这个 这是废半 这是废半 你没有加财 万怪你买得动它吗 他们两个差 你觉得台北股是 18000会不会来 一定的 差半 差半的时间问题 所以我们在 过18000之前 就是比方今天 17000多 到18000之前 是很多好朋友 你 可以好好的专心 找好股票的机会 至少行情没有过热 至少就像阿哥你刚讲的 现在其实市场说 罗子都没什么跟他缺 这个情绪是对的 而且每次我 自己的观察 跟这个VS指数 如果很高的时候 通常都是低点 对 通常是这样 市场会怕 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我觉得有趣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人家说 一降功成万古枯 什么时候万古枯 就那恐慌情绪最高的时候 而且人通常都是遇到才会恐慌 你不错了 没看到我不知道 看到 哎呦 爆炸的在下 我有一天都没了 噗哩 他怎么在日本上 对 你还会在这头咖 我上礼拜五就有看到 一些投资达人 所以没有邀请他来上节目 好像是对的 他就说 这个应该大家把手上的股票 全部都卖掉 如果听他的话卖掉 这个礼拜就哭了 你上礼拜五一卖 礼拜一 想说哎呀 礼拜五开盘跌200点 这不对 怎么现在因为国内关系前五了 那发生什么事 其实 就是恐慌了 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大盘之后 大家应该有这个操作节奏 雅谷大师跟你说中小型股还是值得留意 那 如果是大肌的 像台积电连天这种可能就要等外资归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 哪一些股票是我们可以多加关注呢 我觉得航运 就来请教一下雅谷大师 因为航运最近其实 还蛮有撑的 前一波跌了这么多之后 打了底 那本来有回撤这个月线 看起来目前是撑得还不错啦 那因为这个变种到病毒 Omicron的来临 所以全球港口又开始有警戒 因为 之前其实航运股起来就是因为病毒嘛 是的 所以这次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也是喔 请四大航商 长龙 阳明 万海 跟德翔要确保 出口仓位的供给 不要影响到国内的订单 那最近这个航运类股确实股价 也算相对有撑 有撑 那现在 有航运股的朋友 或是想上下棋手的朋友 思考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航运股我们这样思考 第一个 股票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没有 看得到未来的时候 反而觉得这股价 空间有限 什么叫看得到未来 我也知道航运股很贪心 股票 你说它没强吗 没努力的时候没努力 它会有撑吗 你说它很强吗 企业是什么 有大企业 对 它就变成这样子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逻辑 好像变价值股 对变价值型 它变不是成长型的 我就知道你晚才30元40元 除非你跟我说你明年 你可以给我赚100块 对不对 那就没有了 所以它又长什么样子 其实因为电子很强 其实投资很吊诡 不是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航运股 航运股没有不好 航运股超好的 一个100出头的公司 赚30块 它哪里不好 好得不得了 好就算 我不认为它股价有大胆空间 我把它拿来当存股 我把它拿来 专专门靠它的现金股利 那个明年发起来也很惊人 这必然的 可是 那理由是什么 那 万海 他连 观众朋友我们自己看吧 台北国最新的反弹 万海在这里 整个航运族群 数一数二赚钱的万海在这里而已 其实你看他连 前面这个反弹的 点都没有过 所以整个航运股 很难吸引得到市场的关注 尤其是这一波电子股 腰股太重了 因为上半年其实 就有一阵子 电子股 没人要玩 没人要玩 那时候是电子股 看到电子 我没电子股 对不对 航运不好 现在 电斗有病 其实这四道就是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你说的 废半啊 昨天就涨4% 一个指数涨4% 很恐怖 很可怕 废半涨真的很恐怖 它是有指标意义的 所以说航运好不好 航运没有不好 但是你有办法选到更好的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说 我不喜欢太要的股票 我觉得稳稳的 搞不好我有机会赚一小段 或者说我就是靠配股配息的逻辑 来赚航运股 不是不好 只是说你的逻辑应该变成这样 你要变成这个逻辑 它变成价值型 不是上半年那种 我要一百要拚两百 那种感觉可能 短时间之类不容易 除非你看 万海真的过了 好过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一个稍微强一点 投信有买 这个不错 2603的长 我们看到这个投信在这阵子 连续 一直买 投信 有认真 终于有在研究传产 他有买到低点 不错 所以投信有赚 但是 力道其实就有限 没什么追加意愿 看起来 很明显 买了 我缺到低点 然后就 就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投信的 思维跟我们很像 对 好像也是你讲的 跌下来 我就捡一点 我便宜 至少有退路 对 我赚到了 可是便宜 但便宜 便宜我还要再追 我考虑 因为我还有别的股票可以做 搞不好还有其他那个中小型的电子股可以玩 而且这阵子应该都在玩元宇宙 对 元宇宙 在之前低轨到 那多夸张 你说投信有没有进去 投信还在拼机上 相爱一种 投信喜欢什么股票 其实投信股票蛮夭的 只是有基本面而已 所以 当这个市场有这个 氛围的时候 当然 航运股绝对在未来说 如果我是 真的稳稳的 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希望我买航运股 像今年上半年那种 票换的感觉 或者说 航运股什么航海网 很难 对 很难 因为时间 时空背景都已经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万一塞港 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像之前那么严重 就是 有但是他不会像 他的EPS已经让大家猜得到了 没有惊喜感 就像为什么 元宇宙很强 我根本看不到那是什么 我都用猜的 我都用想象的 对不对 他在跟你说 我明年会赚多少钱 就像我们追女生的一样 还没追到之前 都追最近 都觉得很美 对不对 哪知道柴米月圆 这样就啥 说 你不要把你的心里话 讲出来 不好意思 内心话都说出来 好 那我们就很谢谢敏仓 帮我们解析这个航运 所以说起来 航运股也不是不好 只是说 如果你是期待有上半年那种行情的话 可能就比较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找 有哪些族群是 可能还有这个机会的 那跟大家的想法 有没有 一样我们就先来看 下一个族群 下一个族群我们来看到 这个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大家应该有印象 之前阿格丽有跟大家讲过 电动车ETF 讲过世界上几大 这个电池的公司 宁德时代 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宁德时代 最近成立一家 新能源的科技公司 这个资本 其实也是不小 20亿的人民币 主要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在电池 不管是 制造 销售 这个跟 这个电动车 一定是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你看 宁德时代现在焦点也是放在里 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 种种迹象都显示 电动车是未来 电动车一定要用到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股 我们该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看到前阵子 台湾 台股里面最红的 大概就这两档 美琪 还有这个康普 终于念对了 每次都 想到沙威嘛 兔子突然饿了 可是这阵子 确实股价 有一点整理 似乎还有M头 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这些股票 还有没有 卷土重来的机会 我们请教授 来帮我们解析 电动车你刚刚也有提到 在资产配置有讲到 一些比较主题型 对 电动车这个类股 我们该怎么研究 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刚才讲那个人是谁 什么人 不是说他讲什么 还好没要他来 对 那我站在这 因为我讲 我讲了你也不认识 太小吧 是 那我们就不 不聊他了 其实我想要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航运的部分 简短的补充一下就好 我讲一个逻辑 一大讨论港 因为我忘了我 我没有在节目中讲过 航空 为什么大涨 因为 第三季的财报 很赚钱 没错 油亏转盈 这好像是 航空股有史以来 其实有超出大家期待 对 超出大家期待 那这么高的一个期待 所以股价大涨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会赚钱 是因为货运 华航的比重 从不到三成拉到75 76% 长龙行是从14%拉到50几% 那我 如果说真的顺利解封了 如果今天没有 阿弥陀佛这个病毒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好好记喔 顺利解封了 他是不是都转客运了 那转客运就不会维持原来的获利了啊 诶有道理 那这样股价反而 如果继续涨不是反而很怪吗 好结果因为阿弥陀佛来了以后 股价跌了 急杀了跌停 可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继续 玩货运了吗 对以前在人都可以继续赚钱 以前在人的时候都亏钱 所以不是应该是 疫情如果 又开始锁国开始封城 那不是反而应该 股价会涨吗 教授这个逻辑 我就简短这样提 蛮好玩的喔 让大家去思考啦 对 那当然回来这个电池的部分我想要跟大家特别解释 其实有 一开始这个族群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 但是随着电动车 今天电动车已经不是 还是一个 大家在讨论的概念 对不对 现在进行市 你不只特斯拉 大 这个电动车卖得很好 Lumi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Rivian 其实 Russie Russie 都卖很好 对对 而且这个 最近有看到这个通用 的这个 电动汉码 对 大家都切入 甚至特斯拉的休旅车 还有人直接 加了机关枪 加了机关枪 门一打开两只机关枪 Russie 改装啊 连恐怖分子都要用 我觉得这不错 因为这样以后如果 万一有人带球棒 我说 球棒是不是 你等我 球棒没敢 现在不能带球棒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 我们应该要对 这些股票 因为你已经 产业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也真的营收各方面 都单子都有 开始稳定成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care的是什么 你到底 有没有获利了吗 他已经不是一开始元宇宙 一开始初想的阶段 教授你讲这个概念很有道理 对啊 你看 回到刚才那个 康普跟美琪嘛好了 你说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涨一涨以后 开始推不动了 因为 大家开始认真的去检视的就是说 到底你获利怎么样 你前面讲得很好很好 那我前面都可以忍受 对不对 OK 但 等到第三季才报 甚至大家开始想第四季才报的时候 会开始很认真的去检查这件事嘛 对不对 同样的嘛就是 你刚才讲的嘛 结婚前 没关系 你放肥喔 没关系啊 钱财 你不要一直把你的事情讲出来 对不对 挖鼻子 这没关系 一结婚不得了 对不对 不许挖 都要放大检视 挖到一半 手还卡在鼻孔 这个多尴尬 所以你看 虽然 我这样讲 我现在 我当然用涨幅先排 跌的根本就不用讨论 对没错 那像这个 譬如说立凯好了 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涨 但是我提出一个很简单 他是赔钱的 了解公司 所以他根本算不出 人家在弄车 都在出口 然后 这个顺德 小赚 然后你看他的 成长率很好 本益比 稍高一点点 37 但是至少 他是有在成长 好那你看星浦 有赚钱 一季赚9.82 然后呢 税后精力59 当然 因为他主要是 以这个 笔电 那到底有多少切入 我不知道 我们就要切开来看 但至少 他还是 可以放在车用电池 所以那你看美琪 刚才讲的美琪 在这里 他赚1.58 成长率很高 148% 那目前唯一 大家可能 concern的就是 本益比比较高 本益比稍微高一点 你能不能维持 如果可以 那就不 没有问题 然后刚才讲的 康普 康普 也赚1.12 成长率很高嘛 其实一开始大家会 想要买他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可是到后来 因为我已经买了 所以我 你原先 第一次的期待 我已经用掉了 满足了 满足了 所以如果你要让我 再对你加码 你就必须要再 更多的期待 跟我们经营婚姻好像 最近礼物越送越贵 所以 什么情人节生 真的我从来不送礼物了 这样会 会宠坏 垫高激起 是不是 去年送什么 今年就想 会不会比去年好 都不送 每一年都没有期待 直接离婚了 先从送卡片开始 再多一个花 6吋的 5吋 4吋的 蛋糕 6吋的 8吋的 慢慢进步 对不对 然后一开始 奶油蛋糕 连水果都没有 然后再慢慢加 这样不是很好吗 难怪教授 表都带很好 就是 给老婆的钱都省下 不要乱讲 好不好 这我老婆送的 来不及了 所以你看 这个 我觉得问题 只是在这里 但是基本面没有 不好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上 我们也要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从筹码面 我今天 我今天不谈 基本面 我带各位来看整个筹码面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 一个股票 比如说像刚才讲的 奇怪 获利不错 本一笔也偏低 那可不可以做 对 那为什么他股价不涨 其实我们仔细 我们先看那一边 你就会发现 看筹码外资的部分 一直在卖 投信 一点点 有买跟没买差不多 那就不用看 那你说自营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不对 那光股 反而光股跳进来买 那我觉得光股会买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稳吧 就股价很 因为政府的思维是比较 防御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看 你就发现说其实大户的 我这个是用千张大户 大户 其实也在撤退 所以 这个股票就变成说 我看完基本面 我本来有兴趣 但是一看完筹码以后 我就没有兴趣 就是跟他聊天 这个女孩子真的 谈吐各方面都很好 结果家里欠了屁股债 对不对 那就 奇怪有人找我 然后你看像这个立凯 刚才讲的立凯 亏钱的立凯 好 那这个更妙了 这个大户是有了 小买 大户算是有增加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让我又觉得 没有 老师那 你 大户好 你也不好 这个 你也不要 对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也不要 可是我觉得 操作是这样 你不能单一吗 那如果这样 我股票 就看大户就好 那你就叫他 大家都不用上班 所以你看 在这里也很妙 10张以下的散户也在买 而且买满多散户 如果这个持股比例的变化 28到32 阿哥你点到重点了 你看 大户 占21.9 散户 还赢大户 大户从前一波增加 大概就多0.1% 所以真正的主导权是在谁 真正的主力是 散户 那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说外资 有没有很 很深度的走 好像还好 还好 那又没有投信的任养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就觉得 这个股票 其实我是完全没有 最关键的是 你刚讲到 EPS还是负的 就是 一个人要打扮成 妖艳 他也要有 本质 要不错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说打扮得很妖 然后 就是 这位也不行嘛 那刚刚教授帮我们解析的电池 其实这个成长性虽然要看 到底有没有基本面 但是本一笔还是要考虑一下 那最后再加上这个筹码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电池问完教授 好像 没有什么值得期待 那我再继续考你 好不好 那我们讲到电池 就不得不提这个充电 我最近也有看到一个数据 蛮符合你刚讲的 这个电动车已经进行式 大家要检视成绩 不是只有 像元宇宙这样概念而已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十月 汽车的产量 有三层都电动车 三层是一个不得了的 一个事战 所以 从这样子来看起来 不管是这个 PHEV 现在很流行的 混合动力 因为充电中央不许还不够多 过度期的产品 可以充电又可以加油 那油电混合是大家比较 熟悉的这个产品 所以这样总结来看起来充电的需求 就在了 那 如果电子目前看起来还好 那充电这个商机 有没有一些不错的标的 其实因为我一个朋友刚好换了一台特斯拉 他买model 级 model 3 其实model 3就很 很漂亮 很够了 我觉得 你不用 像 像 像 更大台或什么 因为 整个车子 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也参观了一下他的内装 哇真的什么都没有 有啦一块大一幕 对就把一台大电脑放在那 看了就改油 对不对 但是确实就是有那个 那种电动车 的那种氛围了嘛 那我就问他说 你不会有那种 里程焦虑 里程焦虑吗 他说 其实他就给我看 他说这个是APP 他说里面其实 你看你现在在哪里 比如说举例 他说 比如说你在 这个新生站 附近 那你就点一下你的位置 其实我后来 我发现一堆 可以充电的地方 跟过去已经 大家想的不一样了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 加油一定要加油站 对不对 或是 那你充电一定要充电站 我第一个想法是充电站 那各个特斯拉自己本身 在内湖那一个就是 他就可以去那边充电 花博也有 你再多也不过就这样 一堆人要充 你要 要说我快没电 看到那边 然后充完又开出来 又没电 我上次去花博 看到就 大概四台都在排队 对呀 假日还蛮急 怎么可能 我们 我们的习惯就是 快没电去充电 然后我为了充电 我专程开出去 这个 就觉得怪 但是他就给我看 我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地方 有充电 所以我们刚讲的是 超级充电站 比较少 但是 一般的充电 还蛮多的 包含就是说 你有几个 还有几个空位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其实 没有那么不方便 当然 现阶段 当然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行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充电概念 那充电概念的 当然比如说刚才那个星浦 又来了 星浦又来了 可是在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 比如说建核心 建核心 还有 还有这个台拿电 还有像康书 这几个 就是非常重要跟 充电有关 那你如果仔细看一下 比如说像建核心 其实 说真的 我再切回去刚才有一个东西我再讲一下你看 这些股票其实 在今年以来 其实都涨得很凶了 基期也高 这股市投资需要做这个 其实就是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对比一下 整体来讲 其实他蛮多的 基期没有这么多 所以表示前一段时间 大家把心思都放在谁身上 放在电池 那电池当然你也是要会成长没有错 可是呢如果我们去对应像建核心啊 台达电啊康书刚好这三个在一起 就在这三个位置 我们把它圈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我就可以很明显的对比 获利 然后成长率 跟本益比 其实 即便像建核心 他的股价 已经涨了90%了 但是呢 他目前的 以他的成长率跟本益比来看 其实还是相当的诱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在电动车 充电概念股 这里面 反而 比较有机会 去找到 基本面不错 股价也还没大幅度反应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 尽力成长 然后本益比 很多一开头 刚才是没什么赚钱 然后本益比 三四十倍 很高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同样的我用同样的方式去检视 那比如说像康书 现在检视的不一定说要买 或不要买 我们就检视 那刚才 检视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说 奇怪 我其实 比较怕的 股票就是那种 投信不认 完全没有兴趣的 因为投信没有完全没有兴趣的往往 基本面是没有经过考验 好那也没有关系 如果投信没有兴趣至少你要有一个外资愿意 两个 至少要一个嘛 好 那如果像这里外资有做 最近已经连埋五天 那外资有做的其实我更希望是看到 大户进来为什么 因为如果外资进场可是大户在撤退的这一种 我就担心外资是比较跑短线的 你如果外资有做 大户持股又增加 那这个外资可能就是比如比较可能偏向 公司派的资金或什么 这个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一档 我就 可以列入观察的名单 但是我目前我就还没有 急迫的一个兴趣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 育龙 育龙 蠻特别的 很久没有讲到育龙 怎么突然讲到育龙 真的有育龙吗 其实 被 藏在最下面 今年其实他的税后净利率还蛮不错 成长率很好 其实我跟各位讲 怎么突然搞一个充电概念股 跟育龙有关 当然第1个 育龙跟鸿海的鸿滑先进 本身就是电动车概念股 MH联盟的 这绝对没有问题 其实他的 这个 预电能源 对不对 育龙其实叫 预电能源 对 那他就是在做这个 充电装 就你刚说的App点进去有很多 民间的充电 对 他也包含在里面 而且各个品牌都可以去充你不一定是说你是 哪一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育龙算不算是一个 这个转型的 这个电动车的股票 我觉得 应该是 而且我觉得育龙以前我自己啦 阿格丽自己个人比较不喜欢这家股票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 一直在亏钱 不过这两年陆陆续售掉 你看他的 税后禁令就回来 就是他的那个 我们讲那个叫烂窗嘛 烂窗 把他处理掉 已经截支了 已经截支了 那当然只是说现行的部分还没有 还在整理 还在整理 那筹码的部分目前 其实投信之前有买一些啦 但是买了买了就又放着了 变存股了 那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他刚开始 也蛮兴奋的 对不对 但是买了以后发现 放了以后不要差别 可不可以至少没有跑啦 对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大户有回来 最近确实有 然后散户可能也受不了 刚开始散户还进来追 后来散户受不了 撤了 都没去 我要去买腰股大四的股票 对 那我觉得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也可以来观察 所以 整体来讲 如果 电池跟 以目前 电池跟 充电中 给我看 我会觉得 市场上会更迫切想要拉高的 是充电桩的比例 因为只有这样我车子才能卖得多 要不然我车子一直卖一直卖 我充电桩没有 其实 销售率一定会下滑 其实教授讲的非常重要 为什么特斯拉卖的就是比别人好 因为过去我们买特斯维 这车有奈隆吗 有问题 现在大家是想说 你有没有充电 所以特斯拉他在这过程中一直想办法同步在进行就是他的超级充电站 那我觉得这一股热 已经先 暂时被满足了 股价已经满足过了 接下来我觉得要的应该就是充电桩 而且不是大型的 就是随处可以 比如说 像在欧洲 他那个路灯 就把你改良 变成 充电桩 直接在路灯充电 或是你为 因为你 你灯一定有电 对 那刚好 然后 加化一个停车格 对不对 那我就停 要灯 然后又可以 計时 然后你就直接拿出来 真的 教授我最近也看到这个欧洲 也开始规定了 关于这个充电桩的商机 是其来有致的 因为很多产业的推动器 跟法规有关系 我刚欧洲现在已经规定 忘记是哪一个国家 他就是说你如果充电 你的 那个停车位 有超过10个 一定要有充电 的车位 不管是超市 还是大楼 没错 所以我觉得红绿灯 其实也可以设一个充电桩 红绿灯快 充一下 30秒 也是要充 充充充 所以呢教授也帮我们解析 充电桩 确实是大家 可以多加留意的一个方向 好 那讲完电动车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电池 你可能可以暂时 先不要研究太多 充电桩 刚刚教授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按暂停 在去里面挑 这些很多 你可以先去看这个 税后净利成长的 本一笔相对还没有那么高的 相信就可以挖到一点宝物 好 好那讲完这个电动车的话题之后 我们接下来 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邀谷大师 有的人比赛 也是比赛 传统的电竹构 那传统的电竹构在算什么 应该就是跟这个PC NB相关的啦 那我们最近看到这个Intel 最新的这个Chrome处理器 已经到第12代 以前我在用那个 两代三代 真的时光飞翅 现在已经到 12代了 我也是这个月 下个月甚至跟叫做一样 射什么做 今年要33岁了 难怪已经过了这么多代 好那目前 他们已经公布了 这高效能的笔电处理器 已经开始向合作产生供货了 所以呢目前 也有提出 IC设计跟记忆体的模组厂 2022年 可以去留意 那如果是这样的商技的思维的话 有哪些股票是会收回 其实这个行情很好玩 为什么大家会去想这个 对呀 那像我们跳出一个Intel 为什么突然跳出Intel 有点被插歌的感觉 对 记忆体模组 这个都没关掉 前阵子记忆体很惨 对 很烂 烂爆 然后呢 记忆体模组也很烂 记忆体不会有记忆的模组 连那个老板都出来说 奇怪 我们家很好 我到底得罪你什么 我到底怎么了 我到底得罪你什么 还会去看一下 是不是跟你扒命 命盘不合 跟会计确认一下 我们的业绩蛮好的 对呀 你看公司是国外的 可是回头想想 他就没关掉 真的是 这个逻辑很重要 台并股市其实 这个多多很强 多多强的时候会有一种 你去那里有什么我没有 比较心理 比较心理 你去哪里弄来的 对不对 去抢的嘛 所以股票的时候也是这种逻辑 很好玩 来聊几只股票 帽打 不合群 我最喜欢这种 这最近 涨的是无法无天啊 起一百块吧 大概起一百 所以你会说 我什么 我什么东西都会来 不对 完全没有被影响到 没错 这很夸张 台北高市有一种股票 更好玩的是 IC设计 大家最爱的啊 不是没有基本面 人家有赚钱 九块 九块其实还蛮不错 对不对 再来 你看 刚好缺什么 那头戏你怎么没来 这是被谁买走的 对啊 量其实蛮大的 辣断的 这样子 从一百七到两百六 这种股票 台北股市有 而且是有基本面的 换言之说 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考虑行情 外资放大价 又有疫情问题 又有什么时候 不对 这股票 这股票依旧存在 换言之台北股市的多头很强 他强到说 只要你的公司方向是正确的 题材有的 你会轮得到 被市场推一大把 推一拖 就直接上去了 那这股票当然啦 短线来讲 毕竟涨多了 股价两百多 还是 记得我们常讲的 不合群 不合群很重要 上次跟大家聊过那个 之前我们聊那个资源 聊那个什么惊鸿 对 弯的不好的时候 它都没落 结果盘 一吻就不错 其实烂盘的时候反而容易找到这些不合群的公司 我就喜欢这种 因为 其实行情有时候一直在涨 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一直想说 我随便买随便赚 我不会考虑到公司到底 是不是特别好 这跟我们人 我们人也好 是 大家也都买钱败油 落败的时候 就觉得 航钱好赚 很怕去闻 对不对 轻轻再开的 不是这样子 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随便大家买都赚 行情一震荡 哪些股票有真功夫 就出来了 这就是有 明显 那这一档毕竟比较高价 我们要再聊一个很有趣的 刚刚聊的记忆 然后写什么 3260毅刚 很熟悉啦 毅刚很久没看到股价 我最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 我帮我太太 买了两个 毅刚的外接硬碟 因为他在当YouTuber 可是股价居然是涨这样子 对 最有趣 台北股市已经 快万八了 前一波 没气 真的是没什么涨到 没气就算了 又落到这样 最好笑的是 我跟我想 第三季忘了开门 什么意思 忘了开门 前两季赚9块 好了 股价七八十 前两季赚9块很好 第三季公务之后 还是只有9块 0.13 难怪股价这么软 而且他还意外准失 所以 你说 这那时 我都笑他 第三季三个月过去 你赚得跟前两季一样 你是没开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 这股票 我研究它非常多年 给大家一个观念 他前面两季可以赚9块 第三季0.13 大概搞什么 对啊 他在玩什么 你觉得 陈董是吃素的吗 不可能 应该不是 陈董在整个 记忆题 对 呼风唤雨的一个人 所以你觉得他说 不会啊 明年很好啊 那这一段是什么 这边量有点蹊跷 就是说 我公布之后 很难 在这一天公布的 投信 打卖 股价跳空 快跌停 然后慢慢垫上去 最近因为 唐琴回答 他回荡 那后面又被得上来 不过这个成交量真的是有点猫腻 对我觉得这个室有稀巧 给大家的参考 如果你说刚刚那个200多块太贵的 7、80块 因为之前 一阵子这边都不到1万张 这边已经5万张了 其实他给你抓到重点的 量 然后再来 投信被洗掉 因为 我真的没赚钱吗 可是 你知道他没赚钱的理由是什么吗 理由是什么 不是什么敌人 我库存损失啊 好 我们可以接受 敌人那时候不好嘛 库存损失 好他说什么 我有汇兑人事 好 那你为什么全部都关在第三季 对啊 你为什么全部都关在第三季 因为一般我们的逻辑来说 如果有坏事 有坏事 分期分 分期付款啊 对不对 那大事划小 家丑不可外扬 全部管 不然在第三季出来 要习 第三季 如果只有这件事情 可能还不会想那么多 重点还是这一根 对 这个股票 大家就可以留意了 这个后面一定有 这就是有邀气的股票 好 他要先社区 然后最后一个 这是我个人的爱股 因为今年涨非常多 创围 创围其实今年 我认识他的时候才 60块 你认识他的时候才60 现在已经 两倍了 恐怖恐怖 目前在180左右 对啊 我觉得股票好玩在哪里 第一个 这里刹下去 破线投信情绪 上讲过 但你看最近投信买回来之后 股价反而不涨 明显跟投信对干嘛 可是这个股票好玩在哪里 我说 高速传输IC 你讲元宇之后他一定会有 然后你再讲 笔电 或者算新的 比方说i12这种 其实高速传输IC 不管是用Intel的 或者是用AMD的 或者说我用苹果的 其实他们家都有 所以他是个多重题材的股票 再加上他今年 7块 应该已经 应该是蛮笃定的 机会7块 股价碰到200 如果明年赚10块 然后那就股价就更有天花板 提高了 对我们天花板可能提升 所以其实最近的法人报告 我觉得蛮吊诡的是什么 前面都看不好 所以投信不敢买 对不对投信没买卖掉了 最近投信买了之后 投信就反正出报告了 看很远 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而且怎么 感觉投信每次都是最高杀低 对这一支很奇怪 这一支我近年看到最好趣的 就是 这奇怪 投信通常他还蛮有准确的 但唯独创委是例外 他就是投信停损 变成不断买点 投信追进去 变成不断买点 所以反而不能跟投信 这一档就怪了 但是通常 这是表示投信有在玩的股票 只是说他可能玩的没有那么顺利而已 但是这种股票 我觉得投信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台北股市如果你看到今年 已经有一个波段的涨幅的股票 在短线 我觉得他需要整理 他这个地方一定要上上下下整理 整理过后 他明年赚得比今年多的 你都可以多留意 因为 做梦跟做帐行情 不是只有第四季 对 会延续到第七季 因为这个年报公布要等到三月底 左右了 所以前面这一段就是跟你讲 我是标股 而且 敏昌我们觉得这个成交量 好像跟你刚刚讲的有点相似 会到 往下跌 然后爆量 后面就一大波 对 他都这样 其实这一波 有邀气 有标的 能力的股票 很显然 都是有人照顾的 这你看他的量其实就看得出来 所以刚刚这个微钢你就可以参考 创为这样成交量走势 不是一定这样 但纪律上 你可以做这样的思考 他会有个比较高的胜率 你容易抓得到这种好股票 好那谢谢今天闽章 跟我们分享 这个 微钢 我以为 现在只能买这个外接硬碟 没想到 股票还是值得 大家去稍微看一下 好那节目最后同样要照顾 我们喜欢穿产的朋友 那我们就来请教教授 就是关于钢铁股 因为 最近钢铁股的 法售会开出来 似乎消息上还不错 我们看到老大哥 中钢 我们南部乡亲的中庚 多头他说 还有两年 整个产业 还是不错 那此外像是中钢购 今年 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也是很飙 还有这个长龙钢 因为 台湾现在 电子场在扩展 不管是这个台积电 到这个南部 还是说整个台湾的房市 毕竟 房子还是钢铁很重要 原料需求 订单的年限度已经到明年底 甚至到后年了 可是 钢铁股 毕竟现在很多人 套牢 那怎么样解读这个消息 其实我 我不否认整个 钢铁未来产业的一个多头 这个我觉得 先讲到前面 产业OK 产业 甚至因为 中钢都讲了 你能够反驳他 其实他们不太 会说谎 对 就说产业面的部分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些人就是 很老实 看起来也乖乖 也买乖 买买买 没有吃冰 没吃粉 没钱就是 没贪钱 在家的 还不想 但是他就是 没收 Rust 目前钢铁好像是这个味道 这种男人 看起来不错 可是刚开始你会觉得好 冷一冷 再冷一点 你就要自己去上班了 就这样 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没有 我们直接一点 好 我们直接一点 好 我们先看 你仔细如果 看淫娱的部分 其实 对 其实都有赚钱 对不对 然后呢 稅後盡力也大幅成長 可是股價有沒有大漲過 其實有 不是沒有漲 這是第一個 那所以我就會從籌碼面帶各位看 如果真的這麼好 那為什麼 大戶不願意 而且別忘了鋼鐵的大戶是 對他們自己產業敏感度最高的 然後 外資 投信 自營商 沒有人想要買 中鋼 有啦還是我們 關股 愛台灣啦 那個那個 那個理論對不對 然後賞戶自己一直充 所以 這個 講到這邊你想一下嘛 然後再來 中鋼購 其實你看中鋼購算是一個領先指標啦 因為他比中鋼更先反應對不對 好那這樣應該不錯啊 鋼購啊 想說很多人都要啊 蓋房子啊 公共工程啊 然後 包括這個光照啊也投資 為什麼因為他 那個竹男跟銅鑼的廠到時候需要 所以他投了 變大骨刀 說我花大骨刀你要給我一層啊 的慘人嘛 這個 基本面都沒有問題 可是很現實的是 外資 你看沒有 連投信 連一張都不願意嘛 然後 自營商 爹爹懵 然後 大戶 也不願意 買的是誰 又是 10張以下的 小散戶 感覺這個通常看起來蠻尷尬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尷尬 對 就是 就是 站在那邊想 你在那邊講什麼 就真的有點尷尬 然後呢 最後其實 就我們講 好那 你想這是 台灣本土 國內選擇 之前你不是叫我們要看 對 看國外 好 這個基礎建設啊什麼都推了 一直期待一直期待 其實後來我都不想期待了 不期不待 沒有傷害 對 為什麼你看喔 人 人路你也路 人去 你也不帶在去 你現在到底怎麼樣 好那我們看籌碼 你就會發現其實 法人也 受不了 本來也是有期待 也走啊 我來也想說 摸買摸買 摸看 摸看 大家出來吃雞腰的 而且他們買的位置 11月初剛好是股價 他們也買在高點 其實到後來大家也覺得說 好像 這個基礎建設 方案也出來了 你還是動不起來 已經沒梗了 先去做別 就像剛才敏章講的 敏章是誰 就腰骨大師 那天我在問說 腰骨大師叫什麼名字 敏章 那敏章是誰 喔 腰骨大師 代表說這個人夠紅啊 你看那個藝人 如果真的很紅 你不會 張惠妹本名叫什麼 你看不知道 不知道 那 謝承諺本名是什麼 謝承諺 你不要這樣挖洞給自己跳 所以你看 散戶也不怎麼 不怎麼青睞 大戶也在撤退 所以 坦白講 我覺得 我這樣看完了 就是說我覺得最有 基本面的是那樣 那我覺得最有議題的 是這樣 算了吧 我就講 直接給大家結論 算了吧 看開點 算了吧 有這種歌嗎 就看開點 就看開點 說真的 好那 很謝謝教授最後來幫我們解析鋼鐵的一個部分 因為 有時候 產業面的 跟股價不一定淋得起來 那他勢必有一點原因的 那我覺得這個鋼鐵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像剛剛教授 跟大家講 不管是大戶外資 投信 大人都沒在 小人自己在玩 這樣子股票要上漲的話就會比較困難 好那相信今天的節目大家真的是又收穫滿滿意 不管是 從這個 IC 設計 航運 一直到鋼鐵 甚至到很多的這個記憶體的族群 大家就可以去多駕關注 那在電動車的部分我們這集又跟大家討論 就是在電池的部分可能很多都已經漲高了 那銀比的成長其實 對照這個股價也有反應了 教授也建議大家不妨可以多去看看 充電相關的一些概念股 或許可以挖到一些寶物喔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如果你喜歡阿格尼準備的投資最給力 別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訂閱投資最給力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請給啊 臉書 打給我 阿格尼 也